谁来救救这个小孩 他身陷粘稠的流沙中 人越是挣扎 身体陷得就越深 小伙伴想救人 但流沙面积实在太大 他自己都险些陷进流沙 而这一切的发生 都要归咎于这两条皮蛋的一场打扰 早在一小时前 两人为了取乐 跑到了野外玩 他们找到一架废弃的火车 小平头性格最皮 又是把小城锁在门后 又是盯着对方咧着嘴动 而小男孩也总是调皮捣蛋 这没一会功夫 小城就爬上了火车车底 还冲着想爬上来的平头倒水 对方也不甘示弱 捡起路边石子 就是往上一个接一个的丢 见小城投降想下来 平头又捡起竖棍打算玩点别的 可随着一声惨叫 小城却从车顶摔了下来 像是把手都摔折了一样 平头担心的去扶他 但这不过是对方在装模作样 可这时小城忽然深情大扁 连连说平头身后有只狐狸 但这换作事我也不会相信 等平头转身一看 果然没有狐狸 接着两人继续出发 寻找新的冒险地点 他们走到树林外 撕开铁网钻到了工地里头 就在两人还在捡狮子 往管道扔石 身后忽然传来声响 原来是工人开着水泥车回来 两小孩吓得撒腿就跑 逃到了一片空旷且宽广的泥地 平头站在泥潭上 搓起泥球就想往小城丢去 谁知他忽然双脚被抢住 脚掌陷进泥潭拔不出来 小城看似去伸手救他 但也不过是在玩斗梦 这要换作是你自己被困在流沙 还要看着身旁的小伙伴 跳个舞朝风里 你能忍吗 可能平头是忍不了的 一发力就把双脚从流沙中拔了出来 接着他又装作双手被抢 将小城吸引了过来 只见平头起身奋力一推 对方就这样跌进了流沙之中 男孩被同伴推进流沙 他整个下半身都深深地陷了进去 小城不停朝对方求救帮忙 但平头是还在一脸嘲笑 小城害怕地拼命挣扎 但不管怎么反抗 他整个身体都越陷越深 平头也不说笑了 打算走过去救人 但这流沙面积实在太大 他脚刚踏进去 也被深深地吸到了泥潭中 于是平头又跑去捡木棍 但距离太远彼此都够不着 他又趴在流沙上 使劲地伸长手臂让小城抓住木棍 还将木棍对方身边 可小城的身体已经被吞了一半 他的双手根本就拔不出来 平头也无能为力了 四周没有别的救援物 就算是他想过去救人 但刚趴到流沙上 他的双手也开始被吸住 没有办法 平头只好先留下小城 独自跑出流沙地去找人求救 小城都绝望了 如此空旷的泥地 在对比下这小孩 真的是带给了人满满的压抑感 接着平头爬上泥坡 看到了远方的水泥车 他认为救兵近在咫尺 光着脚就是一阵狂奔 他大声呼喊着求救 但凑近车子一看 车门大开 里面空无一人 见没有了救兵 平头又赶紧回去查看小城撞落 一路上光着脚的他 哪怕重重地摔在食死地上 他都顾不及身上的疼痛 然而等平头赶回流沙地 眼前的一幕实在是让他无比绝望 小城不见人影 早就被这恐怖的流沙地吞进了肚子 看着这一切 平头满脑子都是恐惧 空气安静地只能听到急促的呼吸声 他已经思绪混乱 不知道接下来到底该怎么办 要是刚刚没有和气打闹 现在的悲剧都不会发生 论现在的熊孩子有多可怕 这男孩被同伴推进了为怕 结果整个人都身陷其中 越是奋力挣扎 身体就陷进去的越深 同伴平头还在嘲笑对方 觉得自己才是捣蛋鬼之王 他大笑得让人都忍不住想走 但下一秒 平头才发现小伙伴好像有难 他尝试去救人 可不管用什么方法 每次他踏进流沙 自己也会被这泥沼深深吸住 于是他尝试去搬救兵 但这偏僻的失常 又正逢国庆假期 平头连个工人都没有见证 而等他跑回去查看男孩时 对方就已经被流沙完全吞没 吸进了那无尽深渊中 平头愣在原地久久没有缓回 他后悔万分 但这一切都为时已晚 随后在烈日的照射下 平头光着脚裸着上半身 在这片泥沙之地中不停走着 他甚至忘记思考 在一片沙地上 来回反复走了几遍都没有走出去 等他走了两小时 终于走到了满是石子的公路上 这时身后驶来一辆汽车 女司机看平头孤零零的一个小孩 便问他是否需要帮助 自己可以在他一程 见他沉默不应答 女司机直接打开车门 让他放心地坐进车上 对方都只会用点头来回应 等确认了住址 两人便开始启程 一路上女司机担心平头有难 不停问着一堆问题 而平头也逐渐恢复思绪 试图将刚刚遭遇说出来 但这时 路上忽然出现什么东西 吓得女司机赶紧刹车 等女司机下车查看 平头却望向窗外神色大便 因为他看到的 正是同伴一开始骗他说的 那只狐狸 平头的内心防线被击溃 整个人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 而这一切都是场狼来了 最初两人开玩笑撒谎骗对方 结果等到真的出事了 对方就会以为这也是玩笑 最后就这样 酿出了一场悲剧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短片叫做困兽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